主料,芥菜400克,排骨400克,辅料,油,盐,糖1茶匙,冬菜1汤匙,生抽1茶匙,料酒1茶匙,小葱10克,将1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为料芥菜我只取了心,排骨剁小块,用适量盐,糖,生抽,料酒腌制排骨, 芥菜切滚刀,将葱备好,锅烧热,放油,下排骨煎炒,当肉质略有收紧,并不冒血水时,加入葱姜,炒住香味后,加入足量开水,大火烧滚,转中小火炖20分钟,入芥菜和一汤匙冬菜略煮,要入少许盐,糖,大火煮至芥菜有些软烂即可出锅,烹饪技巧, 一芥菜跟春菜不是一个品种,但是都具有清热香火的功效,只是芥菜里面的心较粗大,而春菜叶子较多而已,二冬菜取代了蚝油等提鲜品,味道更天然,同样不是鲜美低丘, 三次汤菜里面的芥菜,如果是按潮汕地区,的吃法是要对了黄黄的,烂烂的,但家人不喜欢那样的口感,所以只是略为软烂即出锅了,这样就各有各的风味,是个人喜好吧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